这两天我们两天的时间里面卖了八千多粒的黄梨 感谢这些志工 大概有二三十位的志工 在这条街上我们做drive-thru的方式 在太阳底下忙着包装跟分派这些黄梨 给drive-thru驾车来的民众 让他们不用下车就拿到黄梨就走 所以他们辛苦了 这次的疫情对于油河中部的水果商 水果小农还有菜农的影响非常大 很多水果就熟了烂在树上 也不能够去砍 这个是因为目前管制令下 很多那些passa tani passa bagi 还有交通运输的问题 导致了很多这些水果这些蔬菜熟了熟透了 但是不能够有效的像以往这样分配到全国各地 他们的黄梨烂在树树上都很多了 没有卖不出去 他们的损失很惨重的 黄梨种黄梨要一年多的时间才熟 但是现在收成的季节 刚好遇到这个疫情遇到这个管制令 遇到这个拉玛丹他们也卖不出去 原本是准备给拉玛丹 passa bagi passa tani 全部不能开 所以他们处境是蛮辛苦的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帮他们一下 你们要吃黄梨 就是这个时候最最好 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个时候是最便宜的 我们现在已经直接小园农民 直接拿出来卖给消费者 而且黄梨也特别的新鲜 价格也特别的便宜 呼吁大家多吃黄梨 多吃水果 其他的水果一样 包括木瓜 龙珠果 还有凡石流 西瓜 这也是一样 现在这些已经销入不了了 我们大家都是 都是采的最远足最新鲜的水果出来 我呼吁大家多多吃水果 支持我们农民 我是来自新鲜铃金 也是集团县蔡农年的会的主席 关于这次新冠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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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身 我们这个新鲜铃金 这个王黎一龙 每个都面对了相当大的规则 因为是运输的 头头是运输的关系 结果最后运输也不怕运到 基隆坡去 结果基隆坡 那些小贩 那些 巴萨巴基 巴萨马拉 巴萨巴龙 他们都没有方法出来 出来卖这些水果 跟黄黎 所以导致我们这个鲤龙的收购商 就没有方法帮我们收购 我资议各位能够多多吃多一点水果 对我们身体有帮助 尤其是黄黎 它的酵素能够增加我们的抵抗力 最起码我们不容易生病 不容易伤闻磕瘦 其他的水果是一样 资议大家多吃一点水果 少吃一些零食 居兰县是目前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 然后这些果农也捐赠了好几次 水果给居兰的民众 我们也尝试办了一次现场 削了一些黄黎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协助到这些果农 协助到这些小农 为此我们跟果农们商量过后 推出了这个柔中爱心水果香 那这水果香呢 我们在居兰获得热烈的反应 在两天呢 有订购了超过300盒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 连把这个柔中水果的爱心水果香呢 也能够推销分销到雪龙地区 那么我们也感谢 如果一些团体机构 能够协助到我们把这些柔中小农的水果 销售到雪龙的地区